開村之後俄羅斯顯然是大軍集結進行反攻 這一次的攻擊力道可能會比去年還要凶狠 所以這次50枚的俄羅斯的飛彈在同一天到處發回 包括他們的極音速飛彈等等 那麼烏克蘭這邊所宣布的是 其中有幾枚飛彈有越過羅馬尼亞跟摩爾多瓦的上空 飛過摩爾多瓦的上空我比較可以理解 為什麼 因為俄羅斯攻防派艇摩爾多瓦在這個地方 那麼俄羅斯一直想要把摩爾多瓦給拿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把摩爾多瓦給拿下來以後 以摩爾多瓦事實上它的反擊能力非常的輕微 它只有幾萬的相關的軍隊的反擊能力之外 把它拿下來不是問題 問題是這個飛彈如果真的是飛過了羅馬尼亞的上空 他們的飛彈事實上是經過摩爾多瓦 也就是在羅馬尼亞的邊界的地方 大概距離35公里左右的地方 然後為了這個北約的兩架相關的巡邏飛機 特別飛到了羅馬尼亞的東北角的上空來進行巡邏 各位要知道如果它的飛彈真的進入了羅馬尼亞的上空 經過的話會怎樣 因為羅馬尼亞是北約的成員 攻擊北約跟侵入北約等於的成員等於是侵入整個北約 所以那事情不得了 開玩笑你等於是俄羅斯去入侵整個北約的領空 所以那事情變得很大條 所以羅馬尼亞經過很審慎的以後 他還宣布說並沒有經過羅馬尼亞的上空 但是在邊界 那也提出警告 他們也加強巡邏就對了 那麼除此之外你要知道一件事 他把哈爾可夫第二大城的這個 他們現在很可惡就是都故意攻擊老百姓的這個維生系統 電力系統 然後水電這些維生系統 那除此之外 他們甚至於可能要用南北兩路包夾的方式 把這個烏克蘭的補給線 那麼給切斷包圍巴爾姆特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因為他本來把這個盧甘斯克幾乎全部都拿下來了 頓巴斯克也拿下了七成了 不過因為從去年下半年呢 事實上烏克蘭一直反攻一直反攻一直反攻嘛 反攻一直打打打打打了以後呢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俄羅斯的軍人不能打 但是但是他的瓦格納傭兵不能小觸 瓦格納傭兵又殘忍 在大概我們今年的這個一月到現在 一個月短短一個月時間啊 收復了一些這個烏克蘭原本已經光復的地方 那他們非常的殘忍 他們到了這個 因為他去大量來到監獄裡面 去把這個死球啦 把這個犯下殺人罪的全部都 你打半年我全部都讓你們 這個無罪釋放就對了 但是手段要殘忍就對了 所以要非常小心 那除此之外呢 這一次為什麼說他的力道很大 各位他們我們不是看到那無人機 烏克蘭的無人機運用盟國所兼的無人機來炸這個 俄羅斯的這個坦克車裝甲車嘛 這一次他們可是直接把1800輛 俄羅斯把1800輛的坦克 3950輛的裝甲車 810套的多管火箭系統跟400架的戰機 即將在未來的幾天之內呢 很可能就直接在頓巴斯 所謂的頓巴斯就是 盧甘斯克加上頓內斯克 這兩個大的區域加起來 他即將用在這個戰場 各位如果他一口氣動用到這麼多的武器的話 那將是一場血戰 事實上真正的扭轉跟俄羅斯相提並論 還是在F16戰機 但是美國跟德國他們這些國家 暫時不會增加這些所謂的飛行器 以免俄羅斯突然之間把戰事升高 變成真的變成世界大戰 好 這個戰爭已經拖一年了 到底什麼時候會是一個終點 我們來看呢 這個普丁暫時歇息之後 現在是重整擊鼓 出動了更多的武器 但很多人都在問 俄羅斯不是沒錢了嗎 到底還能撐多久 沒有想到彭博經濟做了一個估計 他說只要原油的價格 保持在一定程度之下的話 俄羅斯居然可以再繼續的打下去 打三年 過去的俄羅斯其實很有錢 那為什麼俄羅斯很有錢呢 俄羅斯他有油 有天然氣 有礦 而且各種的金屬礦他都有 但目前來看的話 俄羅斯單單過去 他們有很多的所謂的國防訂單 包括蘇凱戰機 包括其他的戰車等等的 現在大家一看 你不能打啊怎麼辦呢 幾乎都全退單了 包括了印度 包括了過去很多買的非洲國家 全部都退單 單單這邊的退單 據傳就100億美金以上了 那整個俄羅斯呢 這在一月份的一個 整個預算的一個赤字呢 嚇死人了 為什麼呢 高達了250億的一個美金 這個只是一月喔 已經一月的赤字金額 佔了整個去年的赤字金額 高達六成之多 那為什麼俄羅斯現在會把自己 逼入這個困境呢 最重要一點就是 你一直在惡意的侵入人家 而且你現在也不要收手 那你到底什麼時候要收手呢 所以據傳普丁這把要all in 為什麼呢 他們說要把50萬大軍給推進去 那地來真的到50萬大軍嗎 真的推得進去嗎 但我們如果去看喔 在去年的二月之前 俄羅斯的油不是太好的油 俄羅斯的油一來 它的含流量一直很高 所以過去呢 對於整個歐洲來說的話 它一個大概每天 250萬桶的油 1550萬桶的一個柴油 然後大概是在1550萬桶的 對不起 100萬桶的柴油 1550萬立方米的一個天然氣 所以這個都是白花花的銀子喔 我油出去了 我的天然劑出去了 進來的要嘛就歐元 要嘛就美金 偷賣中國 偷賣印度 阿拉伯呢 這次也算對他有情有益 但阿拉伯已經說了喔 美國現在已經來拜訪過了 後面會不會再幫他去消化原油 那因為阿拉伯 對阿拉伯來說很簡單 我把油收進來 收50塊 轉手一出去 馬上賣80 所以他是 等於是變成中間商的一個角色喔 但最近呢 有兩種不同的一個說法 我們現在談蓬勃經濟的一個說法 蓬勃經濟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照目前俄羅斯他偷賣油的一個狀況 只要原油的價格都一直在50塊以上 他可以再打三年 那很多人會說 原油的價格可能會低於50塊嗎 我自己說 不可能 為什麼呢 原油現在全世界的 採收的平均 每桶油的成本 就要接近70了 所以那個價格根本不可能 但另外一種說法是什麼呢 普丁面子現在拿不下來 他想要狠狠的 來做一把all in 到底會不會成功 沒人知道